60-cioforever 我們正式開示同家日科學廣場 大家好 歡迎來參與今天的家日科學廣場 我是中央大學武理系朱慶奇 也是家日科學廣場的活動產 stub 然後很開心我們今天還是有一些新的朋友的加入 可不可以舉個手讓我們知道 民間是第一次來的請舉手 好 我們鼓掌歡迎 謝謝 好 那如往例我還是要特別感謝就是這個我們的金主啊 就是國分會科教處以及中央大學 給我們經費的支持讓我們可以不斷的把這個活動搬下去 然後也要跟這個現在正在線上的這個朋友打招呼 雖然說你沒有辦法來到這個現場 那也許下一次簽運會比較好一點 那沒有關係 還是會把這個活動記錄放在知識大獎堂這個平台 然後歡迎大家可以去複習跟收看 好 那我就正式來介紹我們今天的講師 今天我們的主題也是化學 我們的講師已經在我旁邊 鍾小蘭老師 好 那要特別感謝鍾老師的原因是 其實我跟鍾老師只有一面之緣 就是一面之緣我們在某個演法會上碰到 我覺得鍾老師做的東西實在是太棒 然後太有意義了 所以鍾老師非常爽快 他一接到我的電話然後邀請他來 他馬上就答應了 所以呢今天才有這個榮幸 就是讓這個鍾老師來為各位主持 那剛剛也偷偷私下有一些協議 我們可能未來會辦一系列的 叫做漂亮女生的科學 所以我們不只要做什麼這個面霜 乳液 去角質霜什麼的 歡迎大家來一切女生 那是未來 好 那今天的主題大概在這邊 生活化學DIY 然後所有的這個雞的師 都已經放在每個人的桌上 看起來非常精彩 那今天呢我剛剛跟趙老師問過了 我們會做幾個東西 一個是保溫液 一個是抗菌的吸收乳 然後最後一個是乳液 乳液 所以呢各位你們做好的作品 都可以帶回家 然後因為是你自己親手做的 你知道他怎麼做出來那個過程 OK 那不但在過程裡頭可以學科學 然後你還有一個產品可以帶回去 所以希望各位朋友可以在今天這整個下午 兩個小時的時光頂頭玩得非常開心 那現在就把時間交給我們的鍾老師 謝謝 好 各位大朋友 小朋友大家好 因為我們覺得小朋友這麼多 真的是要先要給家長鼓勵 你們願意花時間帶小朋友來參加 那種Hands on的那種實驗 代表你們都很有教育理念 跟那種所謂的身體力型的觀念 不然很可能小孩子就在家裡面玩電動啊 睡覺啊 或者是看其他東西 其實我覺得真的要帶小孩子多來參加這種科學 因為科學這種東西很抽象 但是它其實有另外一面就是跟生活很有關係 像在我們自己的學習系列裡面總覺得化學 就是背大堆化學反應方程式 然後每次做實驗的時候又不會做 然後老師就說不用做 我們用背著就好 考高分就行了 可是現在我們反其道而行 我們要真的讓小孩子去那個領域裡面去玩 玩科學玩出興趣來 但事實上在我們在這個活動之前 我們在去年是化學國際化學年叫IYC 然後它就有一系列大家看到那個資料上面 從北到南 從科國館到一般的學校 甚至有一個偏鄉的東西 我們都有去做服務 那帶著活動大概就是教他們做乳液啊 洗髮精啊之類的 都是跟生活有點關係 其中有一場我們是去金門那邊 帶金門的所有國小老師做 那時候那個其中有一個老師女老師 她並不是念科學出身的 她自己在做的時候她就說 就透透的跟我自己的指導教授講 因為是我們指導教授她去把這專案做下來的 她說科學尤其是化學就應該要這樣做 做出來可以直接用 然後是讓我們可以去做 然後不會危險 然後這樣做完之後 大家都很有樂趣 從小開始就去做科學 而不是念科學或背科學 這樣才會有意義啊 所以我們也是覺得說真的應該推廣 所以今年我們 我只好到邱老師就會去跟國會會去申請 希望能到偏鄉去服務 去天原的小學裡面帶他們做這些 他們平常比較難夠享受到 那我們當然也會希望說最後去到很多的小學 或者是小學裡面的親師活動裡面去服務 然後更進一步讓大家去貼近 讓大家覺得其實化學沒有那麼恐怖 不是只有爆炸 然後公安事件或者是危險 事實上化學有她美好的一面 待會我們就可以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一些東西 像第一個個人的保養品 其實DIY樂趣非常多 如果大家這樣有待去看網路上面的話 一大堆女人就開始自己DIY 從腳到頭到手到什麼東西都自己做 然後其實自己DIY真的很便宜 像你今天做完回去之後可能成本只有100塊 可是你買了那些東西回去防蚊液一罐100多 你還不知道她的成分 你還很怕什麼塑化劑有的沒有東西對不對 然後或者是說你買了保養品買了很多東西 你買了1000多塊什麼海洋媽媽上萬塊 其實那東西你自己去花成本 只要200多塊你就可以做出來 如果你知道的話第一化工去買完回去 那個成本真的便宜很多 而且那個東西是你自己做的 你可以覺得說你從頭到腳都是你自己DIY出來 很有感覺 還有一件事其實DIY還可以設計 就是DIY的設計可以幫助小孩子從小 從實作中培養美學培養美學 因為她在做的過程當中 待會我給你看一些學生做的一些產品 這就是學生做的產品 我的高中學生有一次我就讓她在班上做的東西 很漂亮對不對 好想自己做對不對 這裡面每一樣一層一層的預言 都是小朋友自己調出來的高中生調出來的 然後調完之後這樣慢慢慢慢鋪進去 最後我就買了很多很漂亮的貼紙 那些小女生好高興喔 每個人都在那邊貼 然後每個人都做夢幻的紫色漂亮的藍色 然後每個人都說我是我要做橘色怎麼調 那那些顏色其實都是她自己調的 在調的過程中那一節課男男女女都嗨的不像花 真是好興奮喔 然後就說因為那個預言我回家要拿去用喔 然後下面那一關圓圓的是乳液 左邊那一關它是洗髮精 就是你們看到的這個是洗髮精 這是洗髮精喔 那我們也可以把它拿來裝 所以我們剛剛說的那個防蚊液 那未來我們可能還會發展去夏天的時候 蘆薈防曬霜自己做對不對 然後東間的時候有護唇膏也可以自己做 都蠻好玩的喔 就是我們可以隨著氣候或者是說四季去改變我們的DIY產品 像這個預言你真的可以拿來泡腳 雖然你會捨不得 但它的用法真的是可以拿來泡腳 乳液雖然說我不建議直接擦臉 因為有的時候我們的毛細孔比較細 那我們都雖然乳液的成分比較顆粒比較大 但是我們建議拿來擦腳 尤其是媽媽那個腳啊 腳質比較厚的 你待會兒就可以試試看 擦完之後你的腳質都會出來了 然後就越來越美麗 然後小朋友也是一樣 拿到的時候有一次去高雄科佛館座 應該是科工館座 小朋友一個男生好像才5歲 做完之後拼命拿來擦自己的腳 他媽媽看到在那邊一直笑 然後我覺得那種活動就是你跟親子之間 你可以教他做一樣東西給你 你或者你也可以做一樣東西給他 然後大家來比較說 欸我們今天做怎樣 然後在最後我們還會給大家一個活動是 做完之後我們還要自己design 我們會讓你看有沒有看到裡面 就有一些貼紙 我們都還準備了貼紙 讓你自己去設計你的那種樣子 就是科學不僅僅只是一些知識 他還有美學設計在裡面 但如果小朋友從小就有興趣 這樣你就可以去設計什麼 衣服啊工業設計啊 像現在最近我看到一個新聞是李陶海是什麼 他主持的 他就在講上海最近開了一個就台灣精品展 上海的那些市民啊從小從老的到小的 都好哈台灣的精品設計喔 然後那個精品設計明明很貴 他說值得 因為中國的傳統文化都在台灣發揚光大 那些你可以看到那些瓶瓶罐罐的設計 有一些傳統元素在裡面 又有一些新的東西在裡面 怎麼樣把一些東西又很巧思設計出來 其實我真的覺得在教育上面 要從小去教育小孩子 去對這個東西有很敏感的觸角 那搞不好以後 他做一個大設計師是出在台灣 我們不一定要說一定是讀科學或怎樣 可是因為他的觸角很廣 有可能會變成一個真的很厲害的設計師 那我們真的也覺得我們的教育就成功了 其實台灣有個很棒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軟實力 就是在創意 真的在創意上面 但是創意有的時候 我們被制式的教育所 有的時候會被牽制 所以有時候假日的時候 讓小孩子多來參加這些東西 你讓他天馬行空沒關係 那就像有一次我們就跟學生說 那個染料不要全部都弄在一起喔 可是有個小男生在金門 他就說不要 我要做活性碳的洗髮精 那我覺得也蠻好玩的 我說好啦好啦 你要做活性碳洗髮精也不錯 他就把全部調成黑色 可是我覺得那也是一種創意 所以有時候讓他去創意去嘗試失敗 不一定一定是成功 嘗試失敗也是一種未來的成功 所以有時候我們不要太急的 讓小孩子一次就成功就對了 我覺得可以讓他更棒就對了 好這次大家產品喔 還有你們看到下面那個 將來有機會可以帶大家做喔 下面那個叫做八克球 對八克球就是我們說的碳60 你覺得很難對不對 我們用串珠做出來 我在高中生的時候 除了教他串的技巧之外 還教他高中化學的間諜原理 那當然如果小朋友的話 我可能不建議做那麼複雜 我可能教他做個碳20 你如果小珠子可以做成手機的調式 大珠子可以做 我還曾經做一個像足球一樣的 一顆的珠子大概是一公分的直徑 我做出一個教學模組 然後就教大家喔 然後中間這幾個珠子都是學人做的 我覺得這個超漂亮的 中間這一個 大家有沒有覺得 媽媽可能就知道 有沒有很像Anna Sui的那個design 紫色跟黑色 好美麗對不對 那是學生自己配出來的 他自己串出來之後 然後他自己看 然後我覺得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當學生晚過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再問他說 你們那時候串出然後做什麼時候 他就覺得欸對是什麼什麼什麼東西 就會想起來 所以我覺得就是真的要做 就是要做 然後你讀完你想完你再做完 那個印象很深刻喔 我在分享一件事 就是我去參加一個研習 然後有一次就是在好像是 如果我沒記錯啊 是新竹實驗中學的生物老師 他們去做一個高端計畫 然後他就說他們在 當然在生物課上面 做了很多一些演示新的活動 但他起末就問學生 你對這個學習裡面 你覺得印象最深刻的課是什麼 結果那個男生就說 老師我覺得這個學期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 毛毛蟲爬過我手上的感覺 你就說蛤?毛毛蟲爬過身上的感覺 這麼重要嗎? 可是你說真的現在的都會小孩子 誰真的摸過毛毛蟲? 搞不好有些小女生看到毛毛蟲就會尖叫 可是我們小時候在那種森林啊 野外長大 毛毛蟲算不了什麼嗎? 他們要去摸 那我就覺得蛤? 毛毛蟲爬過一個高中男生的手上 為什麼引起那麼大的感動? 後來自己我有一次我的學生 就是從他就是高中畢業之後 去澳洲念完大一的時候 就在澳洲念大一的時候 他回來看我們的時候他說 老師你高中教我們好多化學的原理 你也很認真教 我們當時也認真學 可是抱歉啊 我去澳洲念的時候我都痛忘光了 可是有一件事情我到現在還記得 你當初在上課的時候 叫我們做那個肺部呼吸磨擬器 拉來拉去那個東西 我到現在印象還很深刻 兩三年了喔 那你知道肺部呼吸磨擬器多好做嗎? 我下次也可以教你們 保特瓶拿來 就是那種方形保特瓶拿來 減一半兩顆氣球 一個圓的氣球 一個心形的氣球 裝進去之後 那就是你的肺了 你往下拉 那個氣球就漲大 就像我們在呼吸一樣 你拔收回去 他就回來了 那你戳個洞 你知道就變成什麼了嗎? 氣胸 你有沒有聽過 我們常常受傷的時候是氣胸 然後是不是就呼吸不過來 是戳個洞 你那個橫膏膜只要破個洞 就氣胸 你就呼吸不過來 所以你可以在晚的時候 順便教小孩子 你知道為什麼刀刺到肺部的時候 不能馬上把它拔出來 會想不動 不是施血 是內外氣壓馬上就不一樣 他肺部就萎縮 你沒有辦法呼吸 馬上就死掉 這是一個真實案例 在台北有一個國中 就是小孩子拿著那個美工刀 走走走走 他不小心戳到老師 就戳到老師之後 他會很緊張把那個刀趕快拔出來 就不拔還活著 拔了就怎樣?死掉 所以事實上我會在教科學的時候 常會舉這個例子就說 學科學不是成績好而已 是在重要的時刻 可以救你自己的命 真的啊 就是在這重要的時刻 小孩學會之後 我知道火災的時候不要做什麼事情 需要做什麼的時候不要做什麼事情 我是就保住自己的命 那個比他考100分更重要 因為有命留著更重要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學科學 事實上應該是這樣 是這樣 所以我有話不多說 我們來玩我今天要玩的東西 大家很興奮對不對? 第一個我們要做的是抗菌洗手乳 腸病毒一堆感冒一堆 如果小朋友可以自己做的話 每天就帶到學校裡面 他就會很享用 因為他自己 你不用每天說回來去洗手 等他學完之後做完之後 他每天第一件事就想要洗手 因為是他自己做的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種東西 就讓他自己去學會 然後他自然就會做得很好 那他的科學原理 其實我們今天做的一系列東西 都在一個叫做介面活性記 介面活性記的東西 就是要把油跟水的東西混在一起 他有點像肥皂 哪位小朋友可以回答我 什麼是肥皂? 肥皂的原理是不是? 因為看到這邊有一些比較大的朋友 有沒有? 要好棒喔! 你好棒! 肥皂裡面來講的話 肥皂裡面來講的話 其實有一點點像是你剛剛說的 肥皂的確他是鹼性的 有的時候會有酸鹼中和 所以在酸性水溶液裡面不能用肥皂 會越洗越髒 因為肥皂是鹼性的 如果酸性溶液碰到的時候 那肥皂就會變成油脂回來 他就會越洗越髒 那還有有沒有人知道肥皂的清潔原理? 有沒有? 還是我們徵求爸爸跟媽媽? 喔!媽媽知道好棒喔! 因為他的清油專業清水溶液 清油會把東西包起來 然後清水都會把他帶到水裡面 喔!媽媽講的是標準答案喔! 因為我們國中就是這樣教的 其實肥皂我們這樣想像 他就像一個蝌蚪 有沒有人沒看過蝌蚪呢? 喔!你下次去看蝌蚪好不好? 蝌蚪好可愛喔! 你知道嗎? 好!你就馬上想像的蝌蚪 蝌蚪是什麼樣子? 看過蝌蚪小朋友講一下吧 蝌蚪什麼樣子? 頭圓圓的 頭圓圓的答對了還有呢? 尾巴蓄蓄的 尾巴蓄蓄的對不對? 喔!你們都答對答得很好 蝌蚪的圓圓的頭 就是剛剛那個媽媽說的清水端 因為他圓圓的跟水很像 他就跑過去跑過去把水怎麼樣? 水會把他包圍住 或他是跟水親自 然後蝌蚪的長長的尾巴就是我們說什麼? 青油端 青油端 然後那個一群蝌蚪 就我們開始去想像好不好? 一群蝌蚪跑跑跑跑 看到了油發生什麼事情? 尾巴去捧 對!尾巴就去把那個油通通插進去 把他包圍住變成一個球 然後那個頭搭在一起合力的油 跟誰在一起? 水在一起 那這樣是不是就把油汙從衣服上 或從你的身體上就抓出來了? 對!這就是青油端跟青水端 那肥皂只是其中的一種界面活性劑 我們舉把我們的洗髮精、洗手乳、生塞很多使用 像我們的媽媽的那個卸妝乳裡面 大致上都有這種特性 就是青油端跟青水端 所以今天我們會教什麼? 像等一下會講了什麼? 弱酸性起泡劑或者是你看到乳化劑 他都是類似像這樣的角色 你就把它想像的就是磕瘡 有一端是青水端 有一端是青油端 把油汙抓起來 再把青水端悠悠悠跟水結合在一起 油汙就輕輕鬆鬆再被抓起來了 然後再來就是 你會看到我們待會要寫抗拒洗手乳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增加他的粘稠度 所以要加什麼?加鹽 但是大家不要把鹽加太多 因為等火你鹽加太多 大家都做成鼻涕蟲了 會有點噁心 所以鹽巴不要加太多 還有你在攪拌的過程中 不要攪拌得太快 因為他都是泡泡 但是不小心攪拌他會都變泡泡 也沒有關係 半小時之後他就會澄清了 可以喔? OK 原理知道 而且這個原理都在各位的那個學習單下面 我們會希望大家預熱一覺 都是懂得也會做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前面這邊就是一個公用器材 一桌理論上有一個 你們這一桌的不小心在我這裡 待會可以把他翻回去的關係 那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待會要做的是抗拒洗手乳 待會大朋友跟小朋友一定要聽我的口令喔 因為加錯了你的產品就失敗了 然後我們今天是準備每一個人都有一組可以帶回去 所以爸爸媽媽跟小朋友個人都可以做一組 不用share 個人都做一組都可以帶回去喔 你還可以設計你自己的產品 沒有問題 好 我們第一個抗拒洗手乳 我們需要抓的是這樣的瓶子 看到了嗎?這樣的瓶子 瓶子要貴 因為有些是要噴的 有些是乳液 這個是抗拒洗手乳的 預言你也可以用這個罐子裝 就是預言的話你的口要寬一點比較好放進去 大家都有看到齁 那為了不要浪費 我就要大家把水倒在這個罐子裡面大概9分滿左右 不要太滿 因為待會你還要加其他東西 所以大概這個罐子的8分滿或9分滿 我們不要浪費 因為浪費你也帶不回家 那你就把你們的礦泉水先倒在這個罐子裡面的8分或9分滿 絕對不要超過9分 聽懂齁 然後倒進去之後 再把它繼續做齁 如果水太多的話 就把它倒回去沒關係 因為一罐水是你們自己的齁 那反正不會喝了啦 那就盡量用齁 大朋友小朋友們有沒有 你懂我的講話 有齁 倒到那個罐子裡面的8分到9分滿 不要超過9分 然後量完之後倒回這個塑膠杯 這樣才不會浪費 因為這裡沒有刻度我不知道多少 所以是先倒回罐子裡面 對 然後再把它倒到這個杯子裡面就要開始做了 裝完了之後我們就來看製作的步驟 製作步驟在各位的手上都有 然後你要看頭影片也有 然後我們就在塑膠杯裡面裝入我們的水了對不對 好 他多了齁 倒回這個塑膠杯裡面 你可以多加一點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做到最後是滿 這樣可以 因為太多的話會買出來 好 我們都抓到這裡了對不對 OK 現在就是像這樣 大家都應該做到跟我的步驟一樣對不對 對 很好 欸我不是要舉杯喝的他 接下來 我們來看到我們的公用器材裡面是有一個叫做酸性 弱酸性起泡劑 幫拿對喔 請大家一定要拿對 對 弱酸性起泡劑 另外一個叫椰子油起泡劑 對 拿對喔 不要拿錯喔 拿錯你會做失敗喔 記得喔 拿好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要1比1的比例放進去 因為今天大家沒有量透 所以大家可以大概按壓四下 四下 兩種各壓四下 要從頭壓下去喔 量足夠的時候我們再卸 沒有關係 要大力壓四下 都沒有關係 它是1比1的比例而已 對 用力壓下去 只要打開 只要沒有開 安琪幫他打開一下 你要先把他打開喔 才能按下去 他有一個地方 不是 他的地方轉到這個鈕 按的下去才行 對 按壓四下 最大力的四下喔 太少的話會量太少 這兩種起泡劑 要1比1的比例混合 我先講一下喔 為什麼要兩種起泡劑 大家有小朋友聽我講一下喔 因為兩種起泡劑是有用的 也只有起泡劑比較油性 弱酸性起泡劑比較會起泡 所以兩種比較好用 我們試過覺得是兩種起泡劑比較用 事實上各位家裡面的洗髮精 起泡劑不只兩種 它是多種 它是多種的喔 接下來看下面對不對 茶素精油 一滴到兩滴 嘿 精油要看各位喔 皮膚敏感的人 精油要少滴 皮膚如果OK的話 滴到兩滴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小孩子如果皮膚很濃 一滴就好了 對 轉開 然後又像滴管一樣 對 一滴到兩滴就可以了 對 因為茶素喔 它有一些抗菌的作用 還滿不錯 大家常看抗菌十八乳 都用茶素做的啊 兩滴就好了 如果太多的話 對皮膚不是很好 好 再來一個就是 找到我們的器材裡面 也會叫抗菌劑 抗菌劑 不是顏色 抗菌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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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菌劑也是一樣 加一滴就可以了 不是 抗菌劑 一滴就好了 一滴就好了 太多也不好喔 因為抗菌劑其實是在 有一點是在殺菌之外 你的產品比較能夠防止比較久 好 最後一個步驟 我們就要開始拿來囉 最好玩的地方就要來了 來加半匙的金鹽 就是我們在吃的那個食鹽 對 半匙 就是用個角半匙 對 對 最後用咖啡攪拌棒 先加半匙 不夠我們再加 因為不然的話 你做出來很像鼻涕喔 對不對 半匙 半匙 慢慢來 慢慢加 對 那你可以用半匙或平的都行 這樣子可以 因為太多不好 太少再加沒關係 差不多就是一平匙或是差不多一半多 因為鹽是慢慢加 一下加太多真的會很黏稠 也不變得好 好 OK 我們開始攪拌 慢慢攪拌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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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好 我們待會來 選舉一個最佳喬手獎 都沒有泡泡的 你看誰最厲害喔 那沒關係 它會消掉 半匙 對 它會慢慢消掉 我是說有人到這匙 都變成弧狀那樣子 那就太大力了 對 可以 大家有沒有發現 人家在裡面會先變白白一坨 可是你慢慢攪拌 它就溶掉對不對 在溶掉的部分中 有沒有覺得越來越黏稠 有點像小 很淺的那種 固固的東西 如果你有點坎心 就是你成功喔 如果沒有坎心的話 就要再加鹽 鹽是增加這些東西的黏稠度 就是他們的鼻子之間的細力 最後這個動作大家最愛了 找你的香精單韻 讓你的抗菌洗手乳香噴噴 對 香噴噴 如果你只喜歡那個茶醋精油 你就可以不要加 好不好 如果你只喜歡茶醋精油 你不想要其他的精油味道 你就不要加 可以嗎 然後也可以加一滴你喜歡的顏色 你今天聽我講喔 顏色不要加太多 因為一來色素其實有的時候 你的手上不見得很好 你可以不要加就不要加 但是如果你喜歡加的話 加一點點 顏色越淺越好 然後顏色盡量不要混調 因為會變成很噁心的顏色 一種 最多兩種 好 沒關係 沒關係 你可以再加香精或顏色 那個加進去會變本顏色 香精是這個 如果你是調 草莓香 就可以用紅色 一滴一滴試試看 太多會 加一滴就好了 因為顏色很深不好看 淺淺的就可以了 藍色 這個是藍色 這個是綠色 這個是綠色 藍色加綠色 會變成有點像那個 Tiveny的那種藍 Tiveny那種很漂亮的藍 但是你要第一次要很少 藍加紅是紫 藍加紅是紫 綠加黃是青稜果顏色 對青稜果顏色 好 我們大家要做最後一個很困難的動作 然後把你的產品裝到塑膠罐裡面 考驗大家的巧手 然後大家做完之後 養成一個好習慣 寫上今天製作的日期 因為大部分製製的產品 都不能超過一兩個月 像這個我們有加抗菌的抗菌劑 可以稍微長一點 如果你有加任何防水劑或抗菌劑 理論上是兩個禮拜之內就要用完 不然你下次就看到裡面開始有發霉的跡象 社會就在裡面成長了 所以兩個禮拜左右 兩禮拜左右 哇有人做出 湛嵐的海水了 好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們 我們第一個應該做完了對不對 那我們第二個做是小朋友夏天最需要的防蚊液 如果以後他自己做完防蚊液 他一定非常想噴 他的原理其實就是把精油 遞用我們的體溫散開完之後 他擋住我們的那個二氧化碳的東西 蚊子就比較不會飛過來 甚至有的時候蚊子會怕些什麼蝦毛草的味道 所以就可以防蚊了 所以待會我們會用到精油 可是請同學 就請大朋友小朋友要注意 小朋友如果做防蚊液 精油不要超過八滴 因為他們皮膚比較好 比較容易會有精油過敏 如果是大人做的話 大人要用的話 精油是可以比較多一點點 因為小朋友真的很怕精油過多 他會有點灼傷 精油不是多就比較好 也是要適量 所以待會請不要用太多的精油 不是很怕藥品浪費 是真的怕小朋友從他的那個皮膚 會過敏 然後精油其實就是植物中 水煮出來的油脂 我想台灣大家最想聽到的就是蕭毛油 蕭毛油很 有的人很怕 但是他對防蚊 甚至在洗澡上面來講 很有用 那我們這次也會用到這一些 然後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要怎麼做 現在請拿出有喝霧的這個罐子 這個 出來了 對這個 可以嗎 拿一個新的罐子 就拿一個新的塑膠杯 一個新的磨棒 然後一樣的道理 為了怕浪費 我們可以把這個罐子 先裝九分滿 一樣九分滿 這樣我就知道我到底要做多少 對不對 裝不了之後再倒到我們的杯子裡面去調製 那可以直接在罐子裡面嗎 他比較不好調 因為你要加社區後面 他比較不好調 好不好 這一次請大家找到我們的公用罐子裡面 有一個叫混合精油 混合精油 那裡面就有剛剛我們說的蕭毛油啊 還有我們其他說的那個檸檬馬邊草之類的 都是屬於那種味道 比較是那種香的那種精油 我說的蝦不是很香 會不會的蝦是那種 比較有那種植物香味的那種 小朋友的話加八滴 八滴比較好 最多不要到十滴 因為你的皮膚比較靈感 甚至可以加少一點 如果你是皮膚比較靈感的人 建議加八滴以下 如果小朋友會常常有某種現象 盡量不要加太多 八滴差不多 我再重複講一遍 這次要加的是混合精油 混合精油 然後小朋友的加八滴以下 大朋友自己在用的可以加八到十二滴 都沒有關係 但如果你自己屬於皮膚敏感的 第一處就是控制在八滴 避免有點精油毒傷的感覺 真的有喔 真的有小朋友會這樣喔 所以精油不要加太多 有一次有個小朋友做完之後 他們臉就開始紅腫喔 有這種情況 所以不要加太多 大家精油都加了差不多對不對 好 那大家注意喔 因為我們這次要加的乳化劑 跟等一下的乳化劑 都叫乳化劑 大家要搞清楚喔 我們這次要加的乳化劑是 輕的 不是 這是加乳液的 另外一個 不是 有一個 有一個 對 透明的 有點像 逼野到水的這個透明瓶子 乳化劑T 輕的喔 不是白的喔 白的那個乳化劑是做乳液用的 乳化劑有很多種類 對 不可以亂用喔 要看 因為我們做出來的 防紋液是要輕輕的 所以我們要用的是這種 乳化劑T 輕的 大家有沒有聽懂我在講什麼 因為用錯的話會 這個產品就不對了喔 不要拿錯 是有一點透明黃色 放在眼藥水罐裡面的乳化劑 滴上一滴到兩滴 它其實就是要讓油跟精油 能夠混合均勻而已 一滴到兩滴就可以了 要不用到兩滴 兩滴 如果油水混合了不是很好 你再可以再多滴一滴 乳化劑幾次要把兩個東西混在一起 加多餘液 你要攪拌喔 要喔 你要攪拌 你就叫它油水混合均勻啊 不然你的精油噴出來都沒有啊 只有噴出水而已啊 最後乳化劑加進去的時候一定要攪拌 攪拌的目的就是要把油跟水混合在一起 你噴下去的時候才會又有水又有精油 不然你噴上只有水就沒有黃維液的用啊 那如果你攪拌的過程中油跟水混合的不是很好 乳化劑可以多加一兩滴沒有關係 但是乳化劑其實多加真的無益啊 ok嗎 可以啊可以攪拌啊 可以啊可以攪拌啊 你看現在油的枕是不同的 對不對 油在上面水在下面啊 嗯 可以啊可以攪拌啊 乳化劑加完就可以攪拌了 這樣有沒有什麼氣候 沒有碰到要打下去沒關係 對 但如果沒有辦法我們的菁雲可以多加一到兩滴的乳化劑 菁雲就是油跟水能夠混在一起 現在它們大家看到油都在上面嘛 水都在下面嘛 那就再多滴一些乳化劑 但如果到最後滴了蠻多滴還是這樣的話也沒關係 就每次使用都咬一下就好 對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還要再加剛剛的 應該可以了 我們還要加抗菌劑 因為這樣子才能夠使用很久 光晶能使用很短的時間 剛剛的抗菌劑還要再加進去 一樣一兩滴就好了 不然我們的產品也沒有辦法使用很久 我們的防紋亦不建議加其他的色素 因為不太好 所以你做完之後都放到飯子裡面就完成了 直接就完成了 對 要加抗菌劑喔 這樣才能使用三個月 這個東西我們這次有一點沒有買的很對 那個所謂的防紋亦喔 應該都裝在綠色的瓶子裡面比較好 有顏色的瓶子 因為防起光照它 因為精油怕光照 那這次我們沒有買到綠色罐子 那如果下次你自己做的時候 要買深色的瓶子比較好 我們以前都買綠色的瓶子啦 那這次買不到 那這次買不到 如果你真的要的話 一滴就好了 一滴就好了 一滴就好 不要多 其實應該也不用吧 今天晚上去玩的時候都可以噴噴看喔 馬上試用 不過建議小朋友不要噴臉喔 不要噴臉 他會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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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要不要噴到比較好 也不要噴眼睛喔 因為不要噴別人的眼睛 會很不舒服 我們進到最後一個 請大家拿起這個最後一個罐子 小罐 對小罐 對小罐 一樣喔 用罐子 把這個裡面的罐子用水裝滿 平的就好了 可以少裝一點也沒有關係 因為乳液做出來會多一點點 你還是裝得進去 平 你可以裝這個罐子裡面的水裝成平的 一樣倒在乾淨的塑膠杯裡面 我們一樣要調製 這樣媽懂嗎 動作都一樣 水裝滿 再倒回罐子裡面去調製 好 我們現在看我們的 塑膠杯裡面要開始加什麼 這一次我們也需要乳化劑 但是這一次的乳化劑是 白色的 哇很有聰明答對了 乳液用的是那種乳白色的乳化劑 然後第二個 這一次有一個東西要大家加好 叫做基礎油 其實乳液為什麼賣的這麼貴 就在它的基礎油是它的秘方 我們這一次好像加的是乳木油 還是那種乳化油之類的 都可以 信和油也可以 這只要去基礎化工裡面 你去買你喜歡的油 有沒有 乳化油乳木油 還有我們說的這個什麼 還有我們說的信好油都可以 越貴的油你做出來的質地會越細緻 但是價錢也會越貴 有人甚至會買什麼放什麼 維他命E 維他命C 那些東西都是它貴的原因 甚至還有什麼五生態 六生態 當然它就貴了 但是我們現在基本的 所以今天做出來的乳液 我只建議大家擦手擦腳 不適合擦臉 因為我們的油沒有那麼細緻 那其實我的學長他在開發的時候 他說我們的油更好用 大家知道是什麼油嗎 嬌生嬰兒油也可以做 你如果要擦腳的話嬌生嬰兒油也可以用 然後你如果要做很精緻的什麼惡靈油那些 甚至我們的那個橄欖油都是不錯的選擇 它就是基礎保養油就對了 那你可以多種油混合 因為它可能用的部位會不太一樣 那就是加大家就是一毫升 就按壓大概兩下 如果你希望滋味一點就按三下 不過夏天你一般比較不喜歡太油的東西 你就按個兩下就可以了 好不好 乳化劑不要太多 否則你會做出來是狗的 狗的 一滴有沒有 乳化劑 那個是那個是我說乳化劑再一滴 先試一滴 對四下 乳化劑兩下或四下它比較油很不油 然後乳化劑是一滴就好了 因為那一滴就很有用了 你知道太多會變成乳霜 那你要做濃一點的當然可以多頂多 那個乳化劑加下去大家要有一點點賣心 剛開始就說怎麼都不會變乳霜狂 然後你在忽然在不經意中下一秒就變成了 所以要慢慢的攪 慢慢的攪 然後攪拌之後 它就忽然就做成像你平常看到的乳霜 但是一定要攪拌全部均勻為止 像有個弟弟就快攪拌成功 但是一定要完全均勻 就拿剛剛的擦乾淨就好了 那邊有那個擦乾淨就好 然後大家不要說它怎麼一直都沒有成型 就一直加乳化劑不行 當中又多的就會太狗 不要有一點耐心 至少要攪拌一滴一分鐘兩分鐘可能要 對啊你就快成功了加油 找到你的白色跟糖露霜完全不一樣 大家如果成功了之後做成功了 現在可以加色素跟精油濾濾 拜託各位色素加一滴就好了 不然整個插透去都是紅綠綠的 精油跟色素更加一滴就好了 淺淺的更漂亮快要成功了 因為你現在還是均勻對不對 均勻就成功了 加油 大力一點沒關係 還不行 他跟那個粉哥一樣 欸粉哥 你可不可以拿起來給大家看一下你成功的案例 借我一下 成功的就是這樣看到沒 其實像五霜 因為我們做的比較小怪 像P P 五霜 這樣就成功了 對啊 你要吸一點也可以 但是像他這樣的話就差不多 有人說像白膠 那不是啊 他其實就是像五霜 然後這時候你就可以加香精跟色素了 不要加太多 一點就好 如果你不喜歡有顏色跟香味 其實這樣就成功了 謝謝 對啊 都OK啊 對啊 紙幣腳啊 你看到剛剛有一顆一顆 現在沒有 有沒有快要成功對不對 你要好彩色 你是不是小心 今天這個乳液沒有加防乳劑 所以使用時間只有兩週 回家其實 手肘 腳底弄運動就沒有了 所以如果大家如果想要帶回家的話 可以在罐子裡面多做一些帶回家 但是不要做太多 因為你兩禮拜用不完 好 然後 最後加入色素跟香精 我們就成功了 然後進到我們的最後一個時間 哇 裝飾評審 開始貼上你們喜愛的貼紙 我們大概十五分鐘 到均勻 十五分鐘後 就來發表大家的設計燈作品 我們就要看買不買喔 那你擦完一下水下去就要不要 對不對 不會不會不會 真的沒有關係 對 那你如果水水的就不好用啊 對啊 要耐心 真的 對 加油 你可以大力一點 大力一點會比較快 可以 可以 哥哥那個快可以了 哥哥那個真的變得比較好 我看看 他就是沒有大多的那個白白的 也沒有小多的 你看 真的喔 對 如果你皮膚是皮膚這邊沒有在做保養的話 一下子做過他就起來了 也可以 可以 補腳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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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幫大家準備很多款的交代 有的很優雅 有的很可愛 然後不同組可以互相交換交流喔 有的真的很適合大人的那種優雅 有的很適合小朋友這麼可愛的喔 大家都可以交換一下 有的上次會有小小的草莓 樹 或者那種葉子 大家可以交換一下喔 像那種綠色的去接葉子為底的很配 粉紅色的可以去接瓢蟲草莓 也很配 大家可以試著去交換一下喔 你們可以把那個桌子上面的一個豆腐剪下來 這兩瓶子就可以喔 但如果我們真的要做洗髮精的時候 可能那個滋潤度會不夠 我們試過 拿來洗頭髮的時候 這兩個東西想要不適合 因為藍色比較重要 所以我們可以跟他說 我們要做藍色的 洗髮精到現在還沒有辦法找到 哪一種系統就不會那麼適合 因為事實上我們在賣的洗髮精 它有添加很多東西 你看它後面的成分其實很多 細靈的話其實會堵住毛口 對 像有時候它會加 其實像有時候苦茶精油 不同的精油它有不同的做法 像馬編茶精油 大家可以發揮創意喔 有很多貼紙 你可以撿上面的圖案 貼在你的乳液的上面 像有些小朋友是貼青蛙 有些小朋友是貼一個蛋糕 有些小朋友是貼一隻寵物 都蠻漂亮的 可以盡量發揮自己的想像喔 我們給大家追五分鐘的裝飾時間 好不好 接下來有哪一組願意上來 來 發表大家的最新創作 我們是2012年最新春夏保養品發表會 欸 姐姐要不要發表喔 不要啊 那麼害羞喔 好 我們大家應該鼓勵小朋友多多發表 我們都好害羞喔 好 欸 那我們的每一組 我們以一桌為這個代表喔 每一桌至少要派一位代表 我們真的要鼓勵我們小朋友敢發表喔 大家趕快準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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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待會從哪邊開始 哪邊要先開始 這一桌嗎 好 這一桌比較容易對不對 這一桌 要派兩個人喔 這邊一桌這邊一個喔 誰要啊 好啊 那主動呢 可以 好 可以喔 好 開始囉 好 我們要來我們的鼓勵的時間 我們借來你們做什麼 那應該叫什麼 中央大學 所謂的這個廣播頻道還主要 我們要開始賣 我們最新2012年的保養產品 來 我們先歡迎第一組 歡迎收到 讓開掌 補補 請讓被到正中間去 金 higithone killers 萃蚦 這個是最新口味 有草莓和玫瑰的乳液 有草莓和玫瑰的乳液 x8 這是上面貼著 這個國立中大學的藍色 是西蘇里 這個是 這是 買了對不對 謝謝大家 來 第二幅 這個是西蘇里 看起來很噁 然後這是繁文魚透明無色的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看起來很像白胎色 分下去吧 好 我們謝謝 我們另外的十招也蠻可愛的 然後我們再封球第三組 來 請 我們就從那邊過來 再第三組 然後各位 我這罐黃爪回出乳藝 是超讚的 你看上面還有小青蛙 他的小絲 然後還能把養皮膚的 讓七十歲的老阿嬤 差略變成十八歲 這雙蛙好讚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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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已經有電話了 喂 喂 喂 喔 快點快點 快滿線了 快滿線了 快點 這不是王室嗎 哈哈 好 走二人 那就快點買我們這一關 謝謝大家 哇 好棒喔 好棒得吃到喔 真的喔 來 第四組 這張是沒有 這張是沒有 OK 好 你要自己拿 自己拿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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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種乳藝啊 嗯 40歲 差了後 10秒鐘 保證你立刻變成25歲 哇 太厲害了 死的人差了之後 立刻變回活人 太厲害了 可是 死活人 差了之後 一個變直 變直 所以 請你喔 看清楚以後再用 好 這張 呃 呃 呃 旅行嗎 給外星人專用 哇 外星人專用 差了之後 變外星人嗎 變人類 喔 外星人變人類 有問題的話 可以找上面的廠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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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 謝謝喔 非常幽默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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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來… 恭喜吧 對 還有接手 嗯 就是我們現在 最近 國立 國立中央大學 實驗室所發展的新整理 然後這三種整理用的時候還有順序 第一個要用的是防蚊藝 因為你加了之後 如果有蚊子來叮你 如果有蚊子來叮你的話就把牠打死 他把牠打死嗎 然後打死了之後 你要去洗手 再加上那個洗手 去洗手 然後小愛手這樣 還要把你的手 把你的手拿護手來護手 這樣你的手才會變成 肥泡泡又美麗的手 然後現場就只能下蛋包 要滿要快 哇謝謝 好棒喔 大家要滿要快喔 等到幫你迷迷喔 直接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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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高者得是不是 來這邊 好如果沒有的話 好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歡迎 謝謝大家今天來參與喔 然後其實我覺得活動喔 有很多種樣式 有靜態有動態 像我覺得在這次活動 除了讓小朋友去做之外 其實最後那個設計 以及怎麼樣去發表他 其實就是代表訓練孩子的創意 還有他的表達能力 還有就是他不怕羞 他可以把他的意見 勇敢的表達出來 我覺得在整個活動中 其實有動有勁 有科學有美學 其實就是要大家覺得說 做這個活動 你跟小孩子都很享受這個時刻 因為其實等他長大 他也不會陪你做了 所以就這時候喔 還可以拖著他來做 留下完美記 而且我建議家長多幫他照相 他不會變成暑假寒假的作業 然後他就可以說 欸我真的做過這些東西 都還蠻有趣的 那謝謝大家的參與 好喔 這次假日科學廣場舉辦有史以來 活動一結束 哇整個房間這麼香 第一次從來沒有這樣過 所以我們在這邊爭求一下 就剛剛朱老師有暈倒 我們未來可能也會請我們中老師 幫我們舉辦一系列的那種 不管是化妝品 保養品 或是日常生活用到的這些 不管是乳液啦 防蚊液等等 那如果我們開一個系列叫做 漂亮女生的科學 剛剛講的喔 已經講過不限定 只有女生可以參加 如果我們開了這樣的課 你要換我名參加的 現在請舉手 媽媽都舉手 欸 小男生都不敢舉手欸 怎麼回事 謝謝 好 謝謝 我都改成漂亮女生 and英俊男人 OK OK 真的真的 阿宅發了以後變帥哥 帥哥 是不是啊 好啦 那今天要非常欣賞中老師 然後我們現在把這個問卷發下去 歡迎大家幫我們寫一下意見 然後在這邊呢 為了中老師可以繼續來 所以我們要想一下 我們要用什麼樣熱烈的掌聲來 要求中老師下一趟還繼續幫我們舉辦 好 這樣活動 來 謝謝 好 再右邊一點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這位中老師已經掉完了 好 等我給這位女生 好 可以跟他說今天還是舉辦 就是團隊就感謝中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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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不會 不會 好啦 那大朋友小朋友們 就麻煩收一下你的東西 然後你所有做的台名都可以帶回去 對 然後呢問貸留下來 公共的東西留下來 然後有一些意見 請教 貼紙到貼還可以再貼 好 貼紙到貼還可以再貼 盡量不要 那你要用什麼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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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們有一個愉快的週末午後 謝謝